再录一首《多波丧雄》送给你们 完了那个 还是一样 两个呢都是这个转发 完了那个评论 点点赞 感谢所有兄弟姐妹们的支持 一首《多波丧雄》送给你们 少年轻狂 自当心笔天高 手写一封修书 三年后再败京都 掌中火连翻转 天下何人敢看 是神若不懂 我便打个成龙百扣 定地说不明 我便与天驱动 曾经是个天才 后来却成了废柴 当时他是个小孩 又怎能想得明白 他是一个废 谁的那么无处 老天断了他的路 却没给他证明 出支付未婚的人 退婚退到家门 心上碎的一道 很能变得格外的成 看着天下风云是 三年后离待今日 他的心真刻下 自我之路之又疑死 当时的骨头犯硬是怎么都不认命 这是男儿的本性为 也是得运生注定 而能摸起少年轻 一扫的路不同 打破生死的先满 成我终日与水中的龙 将写背在他一步 这条才是你的路 心中火已止不住 我赢来山什么精美物 身后这把玄天使 横扫天下小人死 这句话我都放在此 我三年后才刚开始 佛弄火连度就消 半朵连在赛人烧 生死成败了这一周 我怎能断了这把刀 每一次的生死功 都是他在打命科 不能死的只能活到 哪怕心已成了魔 现在是孙扣手 人心怎么这么丑 在今二期的以为久了 以后天下独自走 小元前来拜扇 怕得允许心愿 也是允许心不甘不利 也是三年的心酸 等了整整三年 只是为了尊严 既然天地不成全 就让我自己来忍 还是那封修书 在他掌中飘出 我不再是你的父 因为我不在乎 一个个的虚名 一段段的真情 每一山都被虚拥了 因为不是一人心 从读者到动地 从开始到这音去 若是心情也能抵 那撑了地又有何意 我这样子都不送 就送给你吗